生孝鼠 生孝鼠之人对认定的朋友较为仗义 社交能力强 走遍天下都有朋友 熬到了11月下旬及恶功下巧的陆存即兴降临 在机缘一到 运势如虹 如果抓牢这次机缘 财运绵延 大步迎接幸福 此外生孝鼠的朋友 最近七天命宫不幸赶上盘跟飞连两颗煞星作祟 引起健康运势这一方面见佳 多重视精神不佳的问题 同时 对于少数人来讲 容易有眼睛酸涩 颈椎劳累的情况 天气渐渐变冷 注意穿衣指数 生孝牛 鼠牛的人做事情非常的稳重 而且他们的心态也特别好 平日里就是一个懂得如何把握机遇 而且特别有分寸的人 在生活之中什么时候都相当的受欢迎 更能用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好一些事情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走下坡路 而且也不会轻易地遇到让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今年的11月30号从上旬到下旬 他们的进步是越来越大 不但能够看到钱财的累积 而且还能实现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步一步都能够走出稳当的道路 从此不再轻易下坡 幸福生活将不会远离他们 而且他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有钱 生孝蛇 生孝蛇福气多多 11月30号命工紫薇极星的照射 受到贿人的协助 事业 财运更上一层楼 生孝蛇在2020年有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 他们不用耗费太多精力 就可以大赚一笔 生孝蛇经过努力 能够早早发迹 亨财带手 做生意的人大转特转 会有意外惊喜 生孝蛇命工才新当头 创立事业一定要坚守自信 努力勤奋 得流年大运的帮助 财富满满 人生开始走上坡路 生孝猴 属猴人在11月事业和生活中出现不错的转机 以前几个月活得很不好 运气很差 工作上面的事也是把自己折磨的脑袋很大 不过到了11月30日必有大奖 横财不断 财神也不请自来 横财遍地 天财大望正财俱佳 钱财滚滚 可谓是时来运转大运临头的一个月 注定可以伴随着好运气让自己心想事成 退一步 财神得上来自乎 org属或相手在暴оз相手 在一步 财神财赋 财神财神得上来自乎 分佛 财神财祢承赛 财神财神财神财者